未经检查正常了 我们说它是不能完全排除卫视管反流病的 因为我们前面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卫视管反流病 它实际上是包括两大类的疾病 一类的我们叫反流性食管炎 也就是说 我们做胃经检查的时候 胃经下可以看到食管黏膜的糜烂和溃疡 也就是说食管黏膜是有缺损的 这一类的我们叫反流性食管炎 而另一类的就是说 尽管患者有骚心反流等典型的症状 但是我们做胃经检查的时候 胃经下食管黏膜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说胃经检查了 如果是你发现食管黏膜是正常的 并不能完全排除卫视管反流病 只能说这个人没有反流性食管炎 而他是否有非米拉性反流病了 那我们还要结合 为那个患者的临床表现 就是说有没有典型的症状 再一个了 我们可能就需要做24小时 食管的PH监测 或者是加阻抗 或者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 直指崩医治剂的诊断性治疗 来进一步确诊 他有没有非米拉性反流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